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第十一届云台会的现场 这里是荣荣会客厅 那吴总先跟我们的网友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们云南会到文旅呢 大本云是在末江 那我们是沿着昆曼大通道 去打造适合旅居康阳的基地跟特色小镇 依托着咱们云南的自然景观 少数民族风情 然后来逐步的一样一样的 从昆明一直到板纳 打造我们的旅样基地跟特色小镇 那今年这个云台会的主题是 共享RCEP新机遇 开创云台两地融合新局面 那您觉得这其中的这个新机遇有哪些呢 这个新机遇很多 我觉得以云南的区位优势 跟东盟的接浪的这些区位优势呢 它可以获得第一手的所有的资讯 包括了生物科技 包括了文旅 包括了经贸这一块呢 我想在云南立足的话 经商以这里为据点 是可以很快跟东盟取得一个 更密切的一个联系 那到目前为止 基本上好像也没有碰到什么样的问题 那一有问题 其实各级台办领导 各级政府单位呢 都对我们挺照顾的 所以我好像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碰到很大的难题 透过这种云台会本身来讲的话 我是觉得说两岸台商呢 应该有机会多到云南来走走 云南的区位优势 还有它的各项的资源呢 非常适合我们在这里发展 因为很多话讲的 不如是您自己到现场 到云南这里 好好的来调研 来考察 来接触 来交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